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的证件说明会 最后一场回到花莲市 张美慧表示这段期间下乡向民众报告她的参选理念 获得许多乡亲的肯定以及回响 她强调三大亮点六大面向28条证件 都是花莲乡亲迫切需求的建设 她会努力争取选民的认同 让她有机会实践她的参选证件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的证件说明会 最后一场回到花莲市 这里是张美慧之前现议员的主要选区 出席的人数也是最多 而且许多都是社福团体还有非民进党人士 显见不少人士肯定张美慧在现议会的表现 也希望可以了解张美慧这次要为花莲争取哪一些建设 张美慧表示这段期间下乡向民众报告她的参选理念 获得很多乡亲的肯定与回响 乡亲说你那个这个假牙真的这个政策非常好 这个证件非常好 就是帮长辈这个节省经费的这件事情 她说这个真的是有考虑到有顾虑到长者的需求 那还有65岁以上的这个棉角健保费 那另外一个这个阿姨听到也说 对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高龄化社会到来 我们在这个主要的证件亮眼证件是以这个长者 其实长者的这个照顾 这真的是需要 她牵涉的也包含到年轻的这一辈 那我们年轻这一辈 那还有在医疗在健保在一些相关的医护的这个条件上 也在证件当中 那还有一个证件其实就是我们的产业一定要发展 这几年其实是空转 我们没有大型的好的这个投资产业进驻到花莲 所以没有增加到就业机会 大家看到金三角多少的店面是出租 要招租还有求售的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经济黯淡 江美会强调 她提出的三大亮点 六大面向 28条证件都是花莲乡亲迫切需求的建设 她会努力争取选民认同 让她有机会可以实践她的参选证件 借了一会欢迎视报道